有些人他说他说我需要特定的应用环境 我就是需要问7系统 或者是我只能用XP系统才能实现 那现在其实并不难 我今天呢用VM这个Workstation 14 这个专业版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现在装了是 大家看一下啊 我现在是装了 三个系统 一个是问7 一个是Windows XP 一个是湾图 那么现在呢我先演示一下XP 这个是很多人 很多怀旧的人 最喜欢看到的 XP呢我给他分配了 1G的内存 一盒的处理器 夜盘空间是10GB 然后我们启动一下 对 多你会员 这个就是 XP在虚拟机下的启动速度 这里面我没有装别的 但是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它的启动速度 我们还是以这个 Office为例 打开一下Word 这个版本的Word呢 很多人也熟悉 就是Word Office 2003 那个 速度打开是非常快的 好 Excel 这是 这是Access PowerPoint 这是PPT 有人说这个屏幕太小了 实际上虚拟机 它可以提供满屏显示 可以在这选圈 那我现在 你看到的 你看到的 这个就是 满屏显示的 效果 这个浏览器很旧了 这个版本很旧 所以 它不像 这是一个6.0的版本 i1 6.0的版本 这个很旧的版本 那么它的字体 放到最大 其实是可以看清楚的 起码我 我离开 40厘米远吧 是可以看到的 看清楚的 这是大字体显示 如果说 你想调回来 其实就是在这里 然后呢如果 你想退出全屏 你只需要 点最上角 它会自动恢复 那么全屏模式下呢 XP是 1920x1200 那么现在它的分辨率就是 140x900 它是很灵活的 那么XP呢 我们就 我们就这样 下面我们看一下 那个 M7 分配了2G的内存 两核的处理器 20G的硬盘 因为我 我现在手头 这个P2呢 它是4G版 所以我 我是不可能 给它分配 更大的内存 现在我们就在 2G内存线演示 这也是很快的 这也是很快的 温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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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给它装了一个 那个office 是 Office 2010 这就是全屏状态下 温七 温七 温七的界面 然后如果 如果 如果 有些人可能会问 说 在 虚拟机器下 安装温七 这个光学收支鼠标 还能用呢 实际上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我们看一下 现在我用的就是 我右手操作的就是 这个光学收支鼠标 那我点一下开始菜单 我现在也装了一个office 这个是office 2010 打开速度 并不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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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菜 这是PPT 如果你选择 这个 退回到 这个窗口模式 那就直接单击 退回来了 现在呢 它这个分辨率应该是 1440x900 那么现在这个 光学收支鼠标 是在这个温七 这个窗口下 你可以随意移动 移除这个窗口 那么可以就 操作温十 可以操作温十 好 那么最后呢 我们就 看一下这个 无关图 无关图 现在我装的是 1804 1804版本 也是给它分配 2G的内存 双核 我们看一下 打开看一下它的 打开速度 选择 双核 一半 是 3 2 2 4 3 4 5 5 5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最新的1804桌面板 好那么现在是全屏状态下 全屏模式下 看一下 这个弯图 弯图呢 是这样的 弯图它的所有的图标 是列在窗口的左侧 然后它的所有的应用 是在左下角 可以展开 它的软件可以在这个页面下载 它都给你列出来 各种应用都给你列出来 另外 无弯图是适合编程开发人员用的 所以我们普通用户还是 还是不要 最好还是不要用 我也只是会一些简单的命令 只是在会一些简单命令 比如说 这是DOS的 这是无弯图的 这也没什么好看的 另外它也可以直接上了 就是说你在虚拟机下 你安装的无弯图 不用去配置网络 它可以直接上网